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脏红花可以清除体内垃圾 调整女性内分泌 减少黑色素的沉淀 让皮肤变得白亮透镜 可以缓解女性激素纹纹问题 提高免疫力 脏红花可以吞噬体内细菌 提高身体免疫力 具有调节血液和解毒的功效 那么脏红花有哪些禁忌呢 脏红花虽好 但是不能服用过量 容易上火或呕吐 在月经期间也是不可以吃的 会导致出血量增多 肠胃不好的人也不能吃 会破坏胃黏膜 造成血腹痛 平时可以喝一些蒲公英干茶 清热解毒 清干明目 大家是不是也有一样的困惑 想要减肥 却不想运动 也不想结实呢 那就来试一试 懒人减肥 必备技能 两个学位 每天按一按 减肥 助消化 一 中腕穴 中腕穴 中腕穴在我们的肚脐上方四寸位置 也就是肚脐和胸骨的下缘连线的终点处呢 就是中腕穴了 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可以将双手重叠在一起 之后呢用掌心去画圈按摩中腕穴 经常按摩可以起到促进肠胃蠕动和排毒的效果 二 内停穴 在我们的脚面上 第二脚趾和第三脚趾的脚缝连接后端 有个凹陷 就是内停穴了 我们在按摩的时候可以取坐姿 用一只脚的脚后跟去按摩另外一只脚的内停穴 两只脚交替按摩 每只脚按摩两到三分钟即可 经常按摩内停穴不但能够降低人体血压 而且还有降低食欲的作用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按摩这两个穴位 长期坚持减肥瘦身还能美容养颜 肾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尤其是对于男人来说 肾脏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息息相关 所以男人在生活中一定要学乎保护自己的肝脏 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三种食物能助你的肾脏越来越健康 腰果是一种很常见的干果 不但有着很好的脂肪酸和香味素 常吃腰果不但能够促进人体脂肪细胞合成 还对于肾脏也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男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吃一点 二 酒黄 酒黄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困物质和多种维生素 具有驱寒散于增强体力的作用 还能增加食欲 酒黄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排便 男人常吃可以健胃养肝 保护肾脏健康 三 腊木子 这里面含有的维生素C 有很好的润肠通便作用 因此也被用作减肥 其实更好的是养肾功效 常吃的话肾脏可以越来越好 男性朋友平时可以多喝一点草麦茶 可以很好的辅助肾脏健康 大家有没有想过呀 如果在夏天我们把一碗雪放在床头 那么蚊子是会来咬你 还是直接去吸血呢 蚊子到底是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呢 今天就来告诉你 其实蚊子是根据温度和气味来辨别目标的 所以哪怕是你放一碗雪在床头 蚊子还是会咬暖红红的你 而不是直接去吸血 也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说温度很高和气味重的朋友会更受蚊子喜欢 夏天的时候味道重和香喷喷的小姐姐呢 都会更受蚊子的喜欢 想要蚊子找不到你 除了降低自己的温度和体味之外 还可以找一种蚊子不喜欢的味道来掩盖住自己的气味 那就可以使用一下薰衣草或者是叶来香的味道了 对于经常被蚊子咬的人来说 那这两种味道就可以了 只要抹上去蚊子就会远离你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用大蒜艾叶的味道来代替 效果也是不错的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有一句老话说 23穿一穿 25还能鼓一鼓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今天就来分享两个拉伸动作 每天拉拉筋 一个月有望长高5厘米 要不要试一试呢 一 仰卧在瑜伽垫上 全身放松 双腿伸直 一条腿抬起 注意抬起的这条腿一定要伸直 同时我们下侧腿不要被带起 不然就不会有效果了 用我们的双手去缓住 抬起腿的膝盖位置 再向内侧收一收 坚持10到15秒之后 放下换另外一条腿重复动作 每天做50个 二 坐在瑜伽垫上 双腿伸直 上半身挺直 先将左腿收回 让左脚的脚心对着右腿膝盖位置即可 之后手臂带动上半身向腿部靠近 用我们的双手去触碰右脚的脚尖 停留10秒之后还原 反方向重复动作 每天做20个即可 注意在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把动作做到位 不要弯腰 踏背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